医疗的讯息 台中一名53岁的黄姓妇人 从十多年前开始肚子就慢慢变大 起初以为是生完小孩后身材发胖的迹象 加上没有出现任何的疼痛 一直以来都不以为意 直到今年8月做了第一次的健康检查之后 才发现是腹部长了一颗25公分 跟篮球一样大小的子宫肌瘤 医院经过评估之后 决定为妇人进行达文西 机器伪创手术 伤口小复原快 也让妇人是早日回复了原本的生活 拿起一颗直径25公分的篮球 这名53岁的黄姓妇人 十多年来就像这样 一直挺着大肚子过生活 起初以为是生完小孩后身材发胖的迹象 加上没有出现任何的疼痛症状 一直以来都不以为意 直到今年8月做了第一次的健康检查之后 才发现是子宫肌瘤在阻碎 没有检查之前 我本来就都八度 我很大 我都不知道 就是8月7号去做检查 检查说我有那个理由 说很大量 我算检查之后 晚上睡觉的时候 摸一圆一圆一大圆 甚至说第一次到这里 一圆一大圆 一圆一大圆 八度形体就像这样 一个形体一圆一圆 黄信富人表示 由于自己本身很怕痛 起初听到要开刀切除时 心中一度却步 因此院方经过仔细评估之后 决定采用最新的达文西机器 伤口不但比传统手术来得少 只要4公分就能失作 也不会伤害到神经血管 术后5天内就能顺利出院 复原状况十分快速 也让富人士相当满意 现在手术好比较不烦热 不然人家都说 要快去治疗不可以脱了 这样身体比较健康 因为没去脱掉不可以 减少食重药 对 减少食重药这样 大部分的病人都认为 他其实是我现在就是胖了 所以他觉得我小部变大 很少人会 当然这么大通常会摸得到 但是有的人他其实只有一点点 比如说他只有10公分 他微微的突出来 但是他不会觉得他是长了肿瘤 他会觉得他是发胖 医师也提醒大部分的子宫肌瘤 可以透过门诊 或是腹部超音波来检查发现 99%以上都是两性 但是有复发可能 只有大约千分之三是恶性 当腹部异常重大 月经过度或是筋血不止 等症状发生时 民众就要提高警觉 尽速就医 建成博汉台中采访报道 那Aロウ 那Aロ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